食品中的蛋白质含量可由测定其蛋元素含量来间接推算 台湾在90线9月发生了毒奶风波 系不效厂商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氢氨 分子视为C3H6N6 分子量为126 以造成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所导致 假设正常奶粉中的蛋白质 其平均含量为16.6% 则三聚氰氨的含氮量约为正常奶粉中蛋白质平均含氮量的几倍 首先我们就来先计算三聚氰氨氨量为何 含氮量氮的百分比等于C3H6N6的分子量分支氮的原子量 然而三聚氰氨的分子中蛋有6个所以要6倍 因此等于三聚氰氨分支量为126 而蛋的原子量为14再乘上6倍 所以等于66.7百分比 因此66.7百分比除于16.6百分比 等于约为4倍 所以答案为BC选项